加油站里 一条狗子被主人锁在了车里 他看到后 拿起球棍直接冲了上去 他叫梅根 一个刚刚从伊拉克战场上回来的海军陆战队员 而他能够活下来 全是因为一条名叫瑞克斯的军犬 这是一个曾经感动过很多人的真实故事 几个月前 梅根还是一个嗑药酗酒的问题少女 支离破碎的家庭 频频无期的工作 让他急于想逃离眼前的一切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海军的真兵广告 报名来到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基地 在通过各项训练课目之后 他很顺利的被分配到陆战队巡逻分队 但在第一天晚上 梅根就和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喝的大醉 在酒精的作用下 几个人在回宿舍的路上撒起了酒疯 一个女孩呕吐一地 而梅根却当场吁吁 结果被执勤的士兵抓了个正招 第二天 长官大发雷霆 警告他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就直接滚蛋 随后他被发配到犬舍 去做清理狗狗粪便的杂事 而就在这里 梅根和后来救他的瑞克斯 第一次相遇了 瑞克斯是一条攻击性很强的军犬 许多训导员都被他咬伤过 在一次训练中 梅根本安排去当做诱饵 身材娇小的他穿上防护服后 热得满头大汗 训导员告诉他 军犬只会咬上半身 可以不用穿下面的防护服 但瑞克斯可不这么想 在被他咬伤后 梅根反而对这条任性的军犬产生了兴趣 他询问长官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训导员 长官给出的答案是 通过体能测试一级 获得步枪专家资格 得到答案的梅根 每天跑步训练体能 没过多久 他便通过了考核 但当梅根到长官办公室 希望得到一条军犬的时候 长官却给了他一个铁盒子 不过他依然很开心 每天牵着自己的铁盒子 和其他的人一起训练 直到在一节包扎救护客上 负责包扎瑞克斯的训导员 又一次被他咬伤 长官认为 被咬伤的训导员 无法胜任训练任务 决定把瑞克斯交给梅根训练 这突如其来的安排 让梅根暗自窃喜 在和瑞克斯的接触中 梅根慢慢发现 他狂叫只是害怕受到伤害 于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梅根把瑞克斯带到房间 和自己一起睡 慢慢的瑞克斯也接受了他 他们在训练时 也得到了长官的认可 但没过多久 他们就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 来到基地的第一天晚上 梅根听到窗外的爆炸声 第一次感觉战争离他很近 好在因为性别原因 他在这里享受VIP的待遇 但另一边 长官告诉他 女性不允许参加作战任务 只能负责检查站 事后 在去检查站的路上 梅根才知道 武装分子对女性训导员的赏金更高 原因我不说 你们应该也都知道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在梅根和瑞克斯 完成检查站工作的第二天晚上 由于排报员人手不够 他们临时接到通知 和侦察队一起执行侦察任务 梅根带着瑞克斯 跟随着小队来到一个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转发 打赏金 打赏金 通知 感谢观看 而引爆炸弹的人 此时正躲在不远处的破房子里 小队长决定前去搜查 他又退缩了 因为他不知道 小队长决定前去搜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队长决定前去搜查 他找到了一员 为他讲述瑞克斯在战场上立下的汗马功劳 还通过电视台发布了自己想领养瑞克斯的请愿活动 经过不断的努力 梅根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最终在两万多名请愿者的签字下 他成功领养了瑞克斯 这是一个由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原型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服役过的女兵梅根利维和他的战犬瑞克斯 瑞克斯在战场上舍身救主的故事 曾经也感动过很多人 而梅根为了瑞克斯 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成功领养军犬的退役军人 可能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军犬退役了之后不能被领养 一方面是怕他们对普通人造成伤害 二是有可能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利用纯正的血统进行繁殖 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原因 可以告诉我 我是裁缝 关注我 带你听更多精彩电影